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做简报的时候 特别强调你们四个伙伴 我说四个侠女 还是被专长 所以是什么时候 这是什么关系 然后他们对好样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变化 我觉得人生就是很多的机缘 我在2002年的时候 我那时候是在宽庭 那时候宽庭刚好有一个案子 就是要在微风 风刚建立 所以我们在那边就有一个 在一楼的地方 非常的大 很漂亮 那时候我就开始找设计师 我所找的这位设计师 就是我后来的partner之一 就是林怡荣 菲 对 那菲他那时候是帮我做宽庭的designer 但是因为我也因为那个案子 我就想要有点要休息 那他就要说要约我 说你要不来我的餐厅 刚好就在市民大道旁边 那其实我当时就是想要换个工作环境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好啊 那我就来这边当工读生好了 所以我其实刚开始在好样 我是一个工读生的角色 洗碗 浇花 种那些树这样子 真的 真的 刚开始就是这样子 那就是每天大概打工四个小时的那种part time 我常常想说 那时候我开车到那个附近停车 的停车费跟我的打工的那个实行是一样的 那后来我就加入了这个工读生行列以后 我就觉得这个环境很好 我就想说 我其实我也可以来做点什么事 那当然那个费跟妙还有小二 我们这个另外三个partner就 极力的邀请 邀约我一起 那后来因为我加入了正式的股东以后 然后我就开始思考说 要让好样如何的来发展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是一个 把好样稍微做一些转型 因为我觉得总是有一些其他好玩的事可以做 所以那时候就想到要做catering 就是做外汇 因为如果再开一家公司 其实成本很大 因为整个设备或装潢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 利用同样一家餐厅的这种模式 我可以利用里面的设备 然后我做其他的工作 所以那时候就想到这个外汇这件事 那外汇的话你就不需要花太多的设备 你可以慢慢慢慢累积 当我在想的时候我就觉得 老天爷还蛮眷顾的 就是开始说 就有一个机会说LV他们想要办party 那20年前那时候刚好是很多时尚业到台湾来 然后春夏跟秋冬就会有那种时尚趴 就是做服装发表会 然后再加上party 以前刚开始他们大概都是找大的饭店 像军月或者是丽金 他们去帮他做一些party的这种服务 但是因为饭店毕竟比较知识化 它比较很难像我们这么flexible 那他一开始找我的时候 我就想说 那我也许可以帮他做一些设计 是因为人脉的关系找到你 对 然后我就想说 刚好认识LV里面的人 然后我就说 他们问我的餐厅可不可以做一些design 他的一口吃的这种小甜点 所以你的finger food是这样的 对finger food就是这样来的 其实我那时候记得 我也不知道什么是finger food 我都不知道 因为我刚刚加入餐饮业 然后我就赶快问一下我这个chef 那我那时候的chef 刚好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一个香港女生 那她就设计了 我到现在还记得 非常非常漂亮的几款finger food 然后我们就在第一次在LV的中山店 就帮忙他们做这个F&B 然后就没想到那天 来了好多人 就可能就有一点一炮而红 然后后来就不断地估计 YSL这些品牌都来找我们 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 大概做了一万多厂的 一万六七千厂的这些外卫 那可能也让整个这个catering的这个行业 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所以那个是在2002年开始 那想想也是经过将近快二十年的时间 那我觉得那段时间很好玩是因为我加入了 因为我自己也不懂餐饮嘛 那就是一个门外汉 虽然我师大家正有念怎么做菜 可是我就是还是不懂餐饮业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到几个捷径 希望进入这个餐饮业的一个捷径 全世界的 所以你一开始就用国际标准 对 为什么这个就王总讲这个就对了 我就是要把那个standard先制定起来 所以我就带着我的chef 全世界到处去吃 我那时候去像比如说去美国 San Francisco的French Laundry 就是一个Thomas Keller他的餐厅 我去法国比尔格尼尔的餐厅 然后去日本去澳洲 我就带着我跟我的partner 就带着他们就到处去吃 那个吃吃一个标准出来 那其实我觉得我最主要是希望 跟chef在吃饭 或者是在去所有的餐厅 对我可以沟通 然后我们两个在谈的时候 就可以制定一些标准 那也不是说他将来都要做到 那么high-end的东西 但是起码你知道最好的是什么 那你就可以去调整你自己 你如果要做比较home-made的东西 但是你也要做到一个好吃的这种水准 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那几年我用这种方式开始 然后我也陆续送了大概三四位去法国兰黛去学 那时候其实是比较不计成本 也没有在思考这些问题 我想对他们来讲 他们那几位chef大概人生里面有很大的一个经历 我就说你去我也不期待 半年是学不到什么太多技巧 那但是你应该学生活 学生活 你有空的时候 我都帮他们安排做那个住在那个homestay 就是说去住在法国人的家里面 你去学习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过日子 然后放假的时候 你就英国 意大利去逛一逛 去看看他们的生活方式 那就这样子慢慢的一个一个去回来 又换一个去就这样子 大概两三年的时间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我可不可以做点别的事情 那因为我经常在旅行 那时候我就想说我常常在国外去欧洲 就会住在那种B&B 那我就想台湾都没有B&B 那时候台湾还没有 然后我就想说 那我就把那个餐厅楼上二楼的 只要我空下我就把它租下来 那我就可以开始做这个 我把它叫做apartment 就是公寓 然后这样一间一间开 那因为这可能受到我以前常常在英国 去意大利或者是葡萄牙 住到那种很cozy的那种小房子 然后觉得很棒 那我也希望制造这种氛围 开书店那时候也是因为 就觉得其实 我记得那时候我跟我一个同事在聊天 我就问他说你老的时候你要做什么 那他就跟我说开书店吧 我想为什么开书店要等老的时候再来看 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思考说 也许开一家小书店 因为那时候我记得08、09 刚好是金融海啸那时候 非常惨 整个社会的很低迷 然后我就想说 开一间店可以有点 让它比较喜气一点 所以我在09年的11月 我开了这家豪洋本市 其实很小 它本来就是我的一个小仓库 刚开始也觉得说 好像 因为我不是做出版社的 而且不懂啊 只是爱看书而已 那我想要开一家 跟人家比较不一样的书店 那时候比较喜欢那种设计啊 艺术方面的东西 那我就希望我这家书店 选书上面 就是要以这个比较书 它本身就是一个设计品的 这种概念去开始的 所以在挑书的过程 其实是比较严谨一些 但是我想台湾成品那么大 大家什么书都可以买得到 那我就想要找到一些 它的缝隙里面 它没有选的一些书籍 所以就变成每次在旅行的时候 到很多的书店 我就要先选 跑到书店去选书 选了选了选了以后 每一本都要自己先看过 然后感受到它这个书本的这种质感 妆帧啊 或者是它的美编 都要非常非常讲究 所以我就一本一本书进 那时候整个书店 其实基本上书店就很小 只有40平方米 然后就有个大长桌 很多跟一些书架可以放 那我其实 用一个非常简约的方式 做那家书店 没想到也跟 开始跟很多的设计师 一起有互动 那时候台湾文创开始 就很多的设计师 就要有一些地方 可以去发表它自己的一些 设计的想法 或者是一些理念 那我就开始一个一个找 台湾的设计师 跟日本设计师 所以那个书店就变成 这些设计师聚会 对 就是我每个周末 我就会在那边办一些workshop 然后那时候台湾还没有 比较少人在做这件事 那我们就开始了 我记得那时候 在2012年的时候 就因为被美国flavorwater.com 选为全球最美的20家书店 那在2012年同时 我也进驻到华山来了 那时候真的谢谢董事长 有这个机会让我可以进来这边 我觉得最开心的是 以前那个书店很小 对 那能够做的事情真的有限 那到了华山以后 因为Space变大了以后 我也可以放更多的东西 然后做更多的活动 所以那时候又开始发展一种 比较不一样的一种形态 可能开始做市集 做很多的这些互动 签书会也好或什么 就会在那个好样思维开始产生 然后办很多的展览 这展览是我觉得一直持续 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 因为艺术跟生活 还是应该要连结在一起 对 好样思维进入华山以后 我记得有一天我接待 全世界最有钱的家族 洛克菲的家族 真的 那我带他在二楼这样逛 他看完以后 说每个东西都想买 我说这里每个东西都想卖 你就全部运回去吧 所以驱动你向前进或者去做这个 去探索这个问题 最后你形成的观念是什么 我想我做对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可能 把这种人类可能的这种创意发展到无限 然后就是尽量一直这个 因为这个对我来讲我觉得 动脑筋去想点字或者是做一些有创造性的事物 是我最大的一个驱动力 乐趣 所以我从来不觉得创意会枯竭 我觉得除非你不想要动脑筋 而且这个创意你必须安得在一个 美学的这种训练之下去做 所以其实这交互起来就是变成它的一个呈现 那我做错什么事情 其实做错事当然是一定是在你发生困难的时候 你才会去检讨 人总是有一些盲点 那我觉得我最大的一个problem是在2012开始 我就接了很多的比较大的project 比如说我做了华山做了松烟 做了这个比较大的shop 投资 对 投资 但我没有去考量到我一直都没有新的资金义注 Cash flow Cash flow不够 但是那时候就想到这个事情可以做就去做 所以后来有点没有在财务商的测算上面有点失策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那也导致后来就很痛苦 就是你可能自己培养 我那时候已经大概2014吧 2014那时候开始发现这个越来越 这个财务上面会比较 结局吃紧 然后你就觉得很辛苦 所以也因为这样 我说在2015年被这个华星科技merge 那merge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学到很多 我觉得我自己刚刚王总讲我们要检讨 我自己真的是觉得自己那时候这个真的是需要做很大很大的这个自我的一个学习 因为我觉得我不够 那尤其是在财务上面这个 但是也因为那时候 然后有人那个经验我真的是学到教训 然后就知道这样 现在自己要该怎么做 才可以get balance 我觉得一个你有多少你做多少事情 这也是一个我必须要去面对跟学习的部分 我们还是讲一下就好像对华山的贡献 就说实际上就说华山这个园区 一年大概有1800场大大小小的活动 但是我觉得会展演店是我们的产品跟服务 但是我最得意的是店中有展 展中有店 但是实际上创造这个风气是从你开始的 你现在做这个未来市 你所集合的这个店家 你跟他什么关系 你想你为什么要开未来市 可不可以把这个起心动念描述一下 那我在2017年的年底 开始思考说我还能做些什么 我能够为台湾再做些什么事情 我其实因为经历了过这个20年的这种 好样的这些practice的一个操作 所以我有很多的机会 跟很多的台湾设计师 跟日本的设计师做合作 那不管我是在文化部当委员 或者是在台创帮忙 他们选一些文博 或者是台湾设计展 因为我做很多的策展 那我就希望说 因为我接触到这些台湾设计师 他们的quality都非常好 但是每一个都很小 就是一个小studio 那他们在他们领域里面 其实除了有设计背景 跟他的这个工厂制作以外 我觉得他们对于行销 跟这个整个的发展 其实我觉得他们是很辛苦的 那所以我就有这样子的一个 有点使命感 那我就想说 我是不是有能力来帮忙他们 建构一个这种平台 我觉得这个平台是可以协助大家 把他的品牌露出 然后曝光 然后让大家看得见 所以我觉得被看得见才有机会 那这个是我的逻辑 我就觉得说 如果我可以让他们用一个 比较更可以collect在一起 bundle在一起的方式 我觉得那个力量应该比较大一些 以前可能靠政府 比如说Fresh Taiwan 他们去这个全世界去展览 可是那个都是比较短暂性的 那我如果可以做一个比较long term的 所以我记得那时候 我有跟王董来提这个 想在华山做这个未来式 没想到董事长很支持 所以我们在去年12月 就成立了这个未来式 那因为我这一两年也在大陆 有很多的这种发展机会 所以因为有了通路 所以我就觉得我更有信心 可以把这些品牌带出去 所以可不可以先从未来式 你这个命名 因为品牌的命名 也代表你的观念跟想法 为什么名字叫做未来式 未来式还是什么 我的公司叫未来式 是一个进行式的公司 但我这个卖场叫做未来式 市集的市 所以你解释这两个 未来式跟未来式 好 我觉得其实我会用未来这两个字 Future 我觉得你如果仔细回想一下 我觉得每一个人一天里面 大家会讲好多次未来 我未来要干嘛 我未来怎么样 或者是未来的前景是什么 其实大家对未来是一个想象 但又不可知 又有点害怕 又有点不知道 又充满希望 那我觉得未来其实它是一个 对我来讲是一个 一直存在我的视野里面 就是说我在做什么事情 我其实都想的比较远一点 那那个是一个不可知 但是最奥妙的地方 就是说因为你可能你很努力 你可能做出一个不一样的事情 就会在未来里面出现 所以那时候我在取这个 新公司的名字的时候 我就会有一个这样 有点move on的那种心情 就是想要可以往前走 那探索 我想要知道未来还有什么 这个冒险或者是adventure的这一块 那而且很多的创意都可能 会是在未来可以实现的 大概是这样就有了这个未来市 那现在是进行市 那所有的进行市 都会变成未来市的这个一部分 那后来取这个设计师的这个平台 亚洲设计师平台的时候 我就希望说用未来市 那市它可能是一个市集 那也可能是一个area 城市 营造一个制造一个城市的概念 那所以就有这个未来市 我现在目前跟大概33个品牌 大概会越来越多 也可能会有调整 那我想其实我们的关系是一种 所谓的合作社联盟 并不是agent 不是 我不做他们的agent 那我们的合作社是这样 他们录到未来市 他又必须要有一个会费 所以是这样的方法 等于你加盟进来 加入这个团体 那有点像合作社一样 大家在里面 共融圈 对 共融共享 那当然因为我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人力的问题 一个是财务的问题 因为第一个他没有人 都不小studio 所以他大概就是两个设计师 13个设计师组成一个studio 所以他没有这个人力 可以来做销售或promote 所以我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未来市里面的人民都是我hire的 他们只要进驻进来 等于拎包入住 那所有的interior 所有的这些设备 什么都是我做 那他们只要把他的产品放进来 所以他们加入这个 我就有这个 不管是在网路上面 或者是帮他做行销 我就会办很多的活动 来做这些事 第二个就是解决他财力的问题 因为他们都是小studio 所以他们有很大的财力 说可以到比较大的卖场 或大的商场 可以自己做一个 比较大规模的这种空间 那我把他们合在一起 就有能力进驻到某一个商场 比如说现在第一个在华山 那一个这个300平方米的地方 是当然你必须有一个base的基础 所以大家在一起就有力量 我觉得我可能offer 提供的是一个这样子的协助 那在这个未来市里面 他其实有几个功能 第一个就是展览功能 第二个就是零售功能 第三个是一个showroom的功能 showroom就是很多buyer来这边 或者是很多的卖场的人来这边 他看得不错 那我们用每一个boost 他就是一个矩阵式的方法 然后他可以去选择说 他觉得这几个 蛮适合他的其他地方 我们就把帮都在一起再输送出去 那这个是整个的一个思维的模式 我想你对中国大陆也很熟悉 可不可以比较一下 台湾文创产业的发展 跟中国大陆文创产业的发展 你的观察 他们有什么样的不同 跟各有不同的机会跟挑战 我其实觉得那个落差是很大的 落差大在哪里 因为我们也是从无到有 然后他其实是经过很长时间的累积 台湾的文创产业是这个样子 是累积出来的 不管从美学来讲 不管从传统工艺来讲 从设计来讲 从各个层面来讲 台湾是经过很长时间 二三十年不断的进化 累积 它没有断层 它就是一直延续以前的文化传统 然后再把它更深入 然后更符合现在生活去改善它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 过程的重要 其实可以是累积出来的 那个是一个底蕴 那你没有办法在一个很快速的这种时间 就变成这个样的结果 那我觉得大陆现在的状态是比较的 没有中间那个过程 他马上要 马上要 那他马上要就很容易这个夭折 我觉得 所以有时候在谈很多的案子的时候 我觉得是刚开始谈都很好 但是我觉得可能大家在 他也知道台湾的美好 台湾的这些文创的美好 可是当他真的要执行的时候 就会有落差 那我觉得是因为少了这个过程 那可不可以达到 我觉得还是需要时间 那还是需要很多的沟通 跟他们愿不愿潜心下来做这些事 就是把这个 他们希望效法台湾 但是也需要能够知道了解 这个是不是一触课程的事情 你集合这么多的台湾设计师 台湾优秀的设计师 你怎么样给他们希望 或者是说我们有什么样的希望 可以走到世界的舞台 是 因为我觉得还是一个你的vision 就是你的视野 就是说很多设计师他有很好的quality 但是他如果缺乏其他的这种见解的话 比如说他的经验 他不懂得做marketing 不懂得做这个sales 那他又或者是说他要做设计 要做sales 要做marketing 他可能没有办法 因为每个人他有他的这个 他的特长或者他的特性 他如果是一个designer 他要去捉摸其他东西的时候 他就会很辛苦 那他可能会耽误他的这个设计的 这个本来应该在做该做的事情 所以你会发现说很多人的 他没有办法往前move on的原因 就在这里 因为他没有help 所以我我现在要做的是这件事情 help他们比较不专长的这个部分 从好样的结束到现在新的未来式的开始 大概有已经一年多的时间 那这一年多我觉得是一个对我来讲 我做未来式我从来没那么害怕过 过去大概就知道 你说一间店一间店展开就有那个傻劲 那现在因为知道了越多越害怕 那越害怕的原因就是你不知道说我这样子做 因为比如说未来式的模式 这是我新的一个business model 那我在思考这个东西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可以参考的 别人也没做过 所以我会害怕 这是一定的 我就觉得 哎呀这个弄出来不要 结果会是怎样 那所以那个忐忑不安 比以前都来的多很多 那如果来批评一下未来式 就是说他的走法跟原先华山其他的店 或者好样 就是讲究体验 感觉上的体验 跟他现在的成立方式 其实是背道而止 是 对 这一件事情 在你来讲 会怎么样去分析他的得失利弊 好 其实我做了以后 市场怎么反应 对对市场反应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为什么这个一年多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我这过去20年来 我开很多的select shop 都非常love that 这整个气氛ambient是非常的好 但是坦白讲 餐厅真的比较赚钱 到了选品店的时候 就是一个很大的 不容易做 不容易做 你刚提到说 那个洛克菲勒的家族来了 看了什么都想买 但是有没有买 大概买一两件 对 那我一个卖场里面 我大概那时候 大概每一个点 我大概有一万多个item在里面 那个stock在那边 跟一个商品 其实它的动得很慢 那可是每个人进去都说 好美啊 太棒了 我好喜欢 可是没有消费行动 没有行动 那我一直在思考 我其实还是归根结底 我还是要卖东西 我要帮忙他卖东西 那我后来为什么做 未来是这样 一个boost 一个boost 其实他很清楚很明白 告诉消费者 我就是要卖你东西 我卖你好设计好产品 那我达到了 那其实如果以我现在做这个商店的比例 卖商品的比例的这个状态 跟我过去真的是 等于是increase的上百倍的那种业绩出来 那我就觉得说 真的是有达到它的效果了 我就是用一个非常clearly 很清楚明白 告诉我就是要卖你东西 我没有要给你什么 但是我还是会考虑到说 卖场还是要美美的 所以我就用一个白色 来做所有的一切 那为什么用白色 很多人就开始发现说 你好大胆啊 你整个商场 连sofa 我都用白色 你不怕脏啊 我真的不怕 那我是觉得白色它是一个最特别的颜色 白色它可以容纳所有颜色 但是也可以看到很快看到你的不好的部分 那其实在我设计这个booth 其实它有一些比较巧妙的地方 是它的那个tent 它的那个帐篷 那因为它有头灯 然后其实它是一个 就像我们现在在摄影棚一样 它有一个摄影棚灯的效果 所以每一个品牌一个booth 它的商品在这个下面 其实是做出一个氛围来 它其实是非常漂亮的 你在那边拍照 你怎么拍怎么拍都好看 那这个也是我对这个商品 我需要它可以加强它的这个商品的 这种呈现的一种方式 虽然跟过去不一样 但是它是一种方法 这个就是你的创意探索 现在一个方向是要鼓励原创 发展IP 中国大陆讲IP变现 对 我们这里某种程度也是希望 开创原生的IP 对 那这个当然很重要 是 我自己在经营华商 会说 经营故事 经营感动 成就品牌 是 所以品牌 你发展IP出来要变成品牌 品牌当然很重要 我们现在文创品牌 对 你当然这个二十多年来 当然都是在做品牌的工作 所以这样的 从你的角度 台湾 整个台湾的文创品牌 至少在中国大陆 它是欣赏的 对 可是 当它化约为 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旗舰品牌 它代表文创 或者小的 我们现在小的 33个品牌 你跟33个品牌合作 他们也都是个别品牌 然后成就一个 未来式的品牌 或者华山的品牌 你怎么样描述这个品牌 价值在整个文创产业里面 品牌太重要了 品牌比产品重要很多 为什么 因为一个品牌 它其实代表的是一个 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态度 跟你的一个理念 就在品牌里面 那当你品牌对了 那你的这个价值就 highlight起来了 比如说我的产品 我可能按得在 我这个品牌里面 它有20个 30个产品 但是当你有了这个 这个 因为品牌就是一个reputation 一个商业 够好的一个品牌 它的附加 它给予它产品的价值 就会highlight起来 那所以 比如说我今天为什么有人讲说 一个包包 一个爱马仕的包包 跟一个Jordano的包包 如果我今天再比较的话 它可能价差是上万倍的 都有可能 那就是因为品牌形象 品牌就是代表一个guarantee 一个保证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这些 不管你是小品牌 还是大品牌 还是一个更大的品牌 大家在这个品牌的quality上面 能够做好做足功课 做好准备的时候 你在推送品牌的时候 你的这种力道 就会更容易一些些 所以这个是我在看这件事 品牌的这个价值 多过于产品本身的价值 所以我想我们所有的努力的目的 就是帮 个别努力 然后我们共同成就 台湾的文创品牌 是 没错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